欢迎来到《网想世界》 今天讲讲狗云 好像现在的经济又不是特别好 好像很混乱 大家都有很多担心 那究竟应该怎样去迎接这个大转变呢 今天讲这个重点 我的方法是比较偏向实用 还有你会发觉一样东西 因为这段时间讲过移民 不知为何这么巧 昨天遇到一个朋友的妈妈 他们又在加拿大移民回来 大家都知道在那里 他在Richmond 我就在West Vancouver那边 那你会发觉很多人这段时间移民 其实他未必是政治原因 因为香港人就是养懒了 你会发觉因为香港有很多年 是没有风浪的 很简单的 最麻烦的都是几年的负资产 那又回复回了 香港人是全都坏了 那越来越懒 如果现在你很担心未来 你要回想一下 就是你之前那十多年 有没有努力过 那香港人就是 因为太安主义 太舒服了 那份工加了几百元 你又跳槽 那样东西都是 好像一样东西都给你 小小东西都投诉 香港人是投诉的 都个人都知道 因为他已经太舒服了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说 那样东西都是挑剔的 这就是香港人的特性 那去到外国 他开始发觉不是 原来外面更坏 我听到很多回来都是这样 我就是老婆的同学 吐槽很多东西 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 因为他们去的时候 是想着拿着好处的 就是想着 读书又免快 那样东西都好些 就是他不知道 原来 香港在这几十年 原来是超越了很多地方 你们已经很有钱了 你已经 连日本人都过不了你 日本人今次去 个个都会说国语 又周围都有外勞 以前是全部是日本人的 他们已经人口少到很多外籍人 就是东南亚那些 来收银 或者每个标准一定会说国语 以前是不会有这样的 就是我们已经超越了很多人 但是我们不能调以轻心 如果你现在很困惑 或者很担心前途 很担心未来 担心那样 担心那样的楼价下跌 就是说你不够实力 就是你要检讨一下 你前十年你做了些什么 是不是整天都躺平呢 整天都客气呢 因为有很多人很懶的 香港人真的很懶 我自己也是 以前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有些时候 拿手机出来玩 看漫画 打机 看片 播剧 导致自己的实力差了 我好在有一件事就是 唯一一件事就是 我不会停在那里 我那时候开完第一间 我接着开第二间 第三间 一路去进展 我没有停过 我老婆还问我 你做这么辛苦做什么 你不用做都可以了 很多东西都 他是打安置于那些人 但是我不是 我会一直有危机感 一路有危机感 一路去变 一路去学 但是现在那些人很有趣 你一说 有很好的机会 有收息工具 有很多东西 他们没有反应 或者他们可能不相信 但是我做到这一点 我当然是有我的办法 所以 你有很多东西 别人说 都不听 不明白 就是因为你太重点 在负面的东西 那里 很多机会出现了 他又没有去关注 而且他是不努力 一到一会儿就会停下来 最好就是你把数码都说 什么都不用做 那就会发达 哪里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全部都是 每一样东西都是靠自己 每一个铺位 看铺位 又去谈价钱 籌备 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 那你就在里面学到东西 很多人是不想的 哎呀 你买回来就可以了 每一样东西都是 打算找钱搞定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不是用钱就能学到 用钱可以令你快些 去知道 但是有些人 连付出钱都不会付出 他给一些钱去学东西 他都不学 别人给一些经验 他都不听 就是这么简单 他停在那里 他觉得自己最好 每一样都不听 不看 另外 很多人最喜欢看 就是看表面 香港人最喜欢看表面 你穿什么 开什么车 穿什么名牌 这些只是看表面 但是内里面很空洞 完全没有东西 书又不看 九二九之 你运气一定很差 所以狗运 最重要的是 你不停地学习 你不要停在那里 你经常懒 但是 有谁可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独善其身 没有 但是问题 你够不够准备 所以我现在 都是处了 四五年的处备 我都不敢停了 不敢停了 自己的工作 好像现在 有很多人去外国 去救姜 真的 走到外国 是招了两夫妻 不做事 还要有一个女儿 是在养 还在读书 很夸张 所以我就没有这种勇气 因为我有一个居安私危的心 所以狗运 如果狗运 更加要居安私危 就不要停在那里 不学 因为竞争 已经越来越激烈 就不像八运 那样 你随便都没事 但是狗运 是需要很努力 因为不努力的人 就会被人淘汰 那你每天都会学一些新东西 我现在都是 我继续会想办法 跟人合作 去做其他生意 我们是没有停过的 不过我没有在那里说 我在Patreon里面说 但是我真的没有停过 我们走来走去 看不同的新的机会 那原来现在的方法 私人银行做 是可以完全无风险 但是又收到很高息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工具 为什麽有钱人有钱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意又大 思维又甚密 而且他们有很多工具去帮他们 普通人没有 来来去就是打工 或者打完工后 就去玩 去喝东西 去吃东西 去追求女儿 追求孩子 都没有一个长久的观念 最近有些人真的不应该买楼 我这裏顺便说一说 就是 根本去到今天 不知道明天是 很多人排队 我冲进去抢 买一间 谁知道 他就马上抬订 真的很好笑 亲海站已经有几宅抬订 这些人根本是不应该买楼 你去会场也不要去 因为很容易受人影响 情绪很容易受人影响 这些气氛之下 你一定做错决定 那这些人千万不要去看楼 连看楼也不要看 一生就租楼就对了 千万不要买楼 因为基本上 你做一些决定 你讲的是十年 二十年的决定 你好像要玩 一会儿不玩 有很多人可以这样 好像结婚即兴 我还听到最近有些更离谱 就是你在一个 结婚之前那晚 新郎和别人的伴娘搞在一起 还好像没什么 是不是神经病 你答应了 的事情 那你转头应该反口 还要出卖自己的老婆 挺奇怪的 所以 如果你是某一个计划 狗运会很辛苦 那狗运如何面对 一些劣境 听着 这个很重要 就是 有这么差 吹得这么差 你回应了 很多人就想起方法 如何吹得 避凶避凶避凶 其实凶呢 你应该是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应该有这么辛苦 得这么辛苦 如果有两条路给你选 容易和辛苦 你去辛苦那条 因为你不辛苦 你学不到东西 我每一样知识 每一个楼盘 每一个生意 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好像YouTube 有人教你做的 没有人教你做 那你就自己做 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Patreon 没有人教我做 那你就自己学 你限制不了你学的 不是读完书就不学的 如果我读完书不学 我已经死了很久了 我已经很害怕 我已经担心了 我现在不担心 我一直在做很多不同的生意 做了很多投资 有些钱一直回来 这个加息对我没有影响 因为我一直做了很多准备 所以 狗运 如果你要做得好 不要怕烦 不要怕辛苦 每一样都拿来做 每一样都学 不要停止学习 这个才是最真实 可以令你趋吉鼻胸 觉得有用呢 赞like 分享给朋友 下面留言讨论